红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后 紧接着马不停蹄 公营妈祖和关公神像 坐镇威州科学园区 搭机前往威斯康星州 私人专机也罕见曝光 这架14人坐专机 是郭台铭为方便往来各地洽商 私人购买 机上设施豪华 后座座椅还能铺成床铺 最多可睡3到4名成年人 专机上郭台铭也和媒体谈到两岸关系 他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同属中华民族 中国应该给台湾生存空间 让台湾参加各种国际组织 中华民国没有国际生存的空间 我觉得做台湾的领导人 他又不能适去方面访问 最后的结果 会导致两岸和和平的基础不稳定 正是中华民国是存在的事实 郭台铭抵达威州时 州长艾弗斯亲自接机 热情握手寒暄 并在贵宾室进行约半小时会谈 会后郭台铭则投出震撼弹 表示自己这次前来 除了和艾弗斯见面 共迎妈祖关公神像 就是要向员工说明 自己将退出江湖 我就是退出江湖了 做另外的工作 虽然这个工作从我的idea开始 现在我要换另外一个跑道 所以我想这个工作 大家看我们人才积极 所以大家 我相信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一个 没有郭台铭的鸿海富士康集团 一定比过去做得更好 更棒 而且会做得世界领先的 鸿海先前 有意在威州东南部 兴建面板厂 并与前任共和党州长华克 达成协议 不过新任州长艾弗斯上任后 就不断传出计划搁置消息 双方还可能重谈条件 艾弗斯这回和郭台铭会面后强调 自己从来没有不支持威州投资案 即使投资规模比预期小 还是希望计划能够